根蔥魚頭豆腐煲 鮮香野味 豆腐香滑 魚頭外香內鮮嫩 膠質豐富 營養有益 同時魚頭好便宜 好食健體 是易做的香港家常美食 首先請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分享點讚和按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下期美食視頻 材料有三文魚魚頭 或者其他魚的魚頭 炸過的豆腐 薑 蔥 調味的材料 詳情請看視頻下方的info box 如果不用打輪去腮去牙斬緊魚頭 或者已經知道怎樣處理魚頭 就請跳到這個視頻的2分55秒 這個三文魚頭有1磅12盎司 把魚頭的筷子剪掉 都是牙齒位 它尖的東西 就剪掉它 把尖的牙齒位 這個又有 這樣又剪掉它 剪掉這個 這個不要的 它不會說 刺傷吃的人 將魚頭上下唇的牙齒 都剪掉它 我們用把刀 把它去一下 將它所有的鱗都去掉它 先沖洗一下魚頭 換水又再清洗 這樣就可以了 魚頭就沖洗乾淨了 首先將魚頭用廚房剪剪剪開 可以請魚檔幫忙將魚頭斬開成小件 這樣就節省很多工夫了 用菜刀將魚膠斬開 這樣就已經斬開了 這裡呢 你就可以慢慢用廚房剪剪 剪細它都可以 魚頭用菜刀 斬開為二 這樣呢 我們就切開魚頭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剪剪 剪開它 剪開魚膠 這個膠位 這樣就容易煎 剪開一下 將那個魚面盒 這裡剪開出來 這個很大 這個要再撒多一下 就在這裡下 這樣 這樣就斬到了 魚頭就放了在兩塊的廚房紙上高 上高呢 又再鋪多兩塊的廚房紙 這樣呢 就把它抹一抹乾它 按壓 輕輕 抹乾大部分魚頭的水分 它旁邊呢 我們都抹一抹 魚棋啊 那麼多張廚房紙在上高 等它繼續吸水了 有三磚炸過的豆腐 這樣就把它切細它 那一個呢 大概是切六塊 這樣上下 沒有這種豆腐 那我不下 可以嗎 可以嗎 隨你喜歡 它會吸收魚 呀 薑蔥魚頭的香味 你可以下豆泡也都可以 豆腐又切好了 蔥呢是洗乾淨了 切去它的頭 把它切斷了 大概是串半的段 然後呢 我們薑呢 也都是去皮 洗淨了 那我們呢 就切成這個薄片 8分1吋的薄片 薑和蔥都切好了 我用大火燒野的平底鍋 它就開始熱了 將我們的薑片呢 就放下去 稍微大一點的火 將它輕輕喝一喝乾 輕輕喝乾了 那我就加入 大概三湯匙的油 加入了油之後呢 我們都仍然在大火裡 可以爆一爆炒香它 就是了 加入薑片後 大概兩分半鐘 就轉去一個中大火 繼續將薑片炒香 加入薑片之後 全後共炒了四分半鐘 這個邊呢 就有少許是 情深色 它的薑味呢 就色出來 非常之香 薑片呢 是拿出來 翻一個大火 然後就煎我們的魚頭了 魚頭下了鍋子之後 不用動它 讓它每一邊呢 都煎一煎香它 煎兩分鐘呢 這一邊呢 是煎了兩分鐘了 那它就反了 反了反了 嘩 好靚仔啊 那好 我又將這邊反了 嘩 火呢 是一定要夠大 才煎得好的 然後煎的位置呢 三文魚頭呢 油質很豐富的 非常好吃 那你如果沒有三文魚頭 那你是可以用大魚的 那或者其他的魚 如果魚頭夠大 就是可以的 用椅子啊 都可以的 有什麼用什麼 我們不需要煎得很焦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可以 將一些 薑呢 是放回去的 均勻地 在不同的位置 放一放回去 空白 放了下去 是要加入 兩湯匙的 紹興酒 嘩 你發覺現在是白皮香 兩邊的魚頭呢 都煎了兩分鐘了 繼續煮一下它 紹興酒呢 兩三湯匙都是沒問題的 加入我們的青雞湯 那就加到 差不多蓋過所有的魚頭 倒了一罐內了 加入 一湯匙的 鮮味蠔油 輕輕在湯汁裡 攪拌一下 仍然在大火裡 加蓋 將它燒開 很快它就燒開了 嘩 鮮味 味道非常之好 那我就喜歡加少少的糖 大概是半茶匙的糖 有鹹味 也有少少的甜味在當中 加入我們所有的豆腐 都等它在那裡燜煮一下 入味 加了豆腐之後 你就覺得醬汁 就不是真的那麼多了 再加蓋 用中大火 煮它三分鐘 煮了它三分鐘 就加少少老抽 三分一茶匙的老抽 攪拌均勻 喜歡你可以埋一圈 但是我就不埋了 我喜歡它是軟汁軟味 加上蔥綠 加蓋 熄火焗它30秒 薑蔥魚頭豆腐 就完工了 非常之好味 豆腐又香 三文魚又鮮滑 野味 油脂又夠多 營養價值非常之高 但是很便宜的一個菜 很和味 你一定要試試